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 9月19號星期四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昆仁分析師 眾所矚目的全球FED 利率會議決議總算登場 而且總算跟大家說明說 降息兩碼 因為其實前幾天 我們一直跟大家關注的是原本 原本叫做是 如果降息一碼叫合乎預期 降息兩碼叫做是 經濟衰退 但是還記得嗎 我們跟大家說過了 雖然好像聯準會在 會議接末期的期間 竟然有一位 我都不好意思說他有內線 他真的很準很準很準 那個就是FED傳聲筒 就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Nick 然後他就出來講話說 目前聯準會對於降息一碼 或降息兩碼面臨兩難 我告訴你 從那一刻開始 市場上面對於降息兩碼 這件事情就突然有一個大幅的提升 昨天今天凌晨兩點 真的就是兩碼 所以真的你要聽這些人的話 你要真的要盯緊著這些有利人士 有領先指標的人士的一些說法 你就不會在這市場上面去做一個比較 就是擔憂或害怕或像是因為新聞 總是希望騙你一點約束 跟你講有多恐怖有多恐怖 可是還好 因為今天清晨收盤的美股的主要指數 如果你看一下盤中 確實是有比較大的震盪 可是如果你看一下 像是稻窮指數也好 或像是S&P500指數也好 他們都是在盤中的時候 創下了歷史新高 之後去做一個拉回 所以這種創高的拉回 就是比較像是一個多頭行情的循環 當然在納斯達克指數 和費城半導體指數 他們現在目前的狀況 是比較像是一個 還在震盪的期間 因為他們對於利率的一個影響 是比較敏感的 後續的方向的話 我們會跟大家做持續的關注跟追蹤 那今天的重點依然還是會放在聯準會 他到底講了什麼 或者市場上面 能不能就這樣子安心了 我趕快來看一下今天節目重點 今天節目重點的話是 費者降息兩馬 然後就美股的方向來說的話 是震盪轉為下跌 不過這個跌只是一個震盪的過程 並不是那種恐慌性的下跌 因為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VIX指數 VIX指標並沒有大幅的攀升 表示市場上面對於這件事情 是已經有先行去做一個反應 先行去做一個準備跟預期的 這樣的過程了 那輝達AI領頭羊 昨天下跌了1.92% 不過沒有太大的一個 漲跌幅的波動 排氣墊也還好 下跌了0.04% 這個是在ADR的部分 那回歸到我們自己的台股的部分 會在下半段 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也就是最近的成交量 你看昨天 雖然好像有點像是 壓低台子期貨的結算 可是在壓低的過程的話 成交量也只有3200多億元而已 所以這就是一個比較屬於觀望的量能 預期來說的話 會在第四季 我們台股最好做的時間點 在第四季的傳統旺季來臨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的話 我覺得台股會穩穩的 往上去做一個走洋 那個時間點的話 在指數面來說的話 還比較有一些表現 可是在還沒有那個時間來臨的時候 今天是9月19 一直到9月底 甚或是下一個季度 或者是說每一個季度 都請你關注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是投信 因為他們這個時間點 他們有季底作帳的 績效的壓力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請你留意一些 比較像是他們在照顧的股票 然後內支主導的股票 然後這些個股 通常都是以中小型個股為主 這些個股的話 會在現階段台股的指數 在震盪的過程之中 他們會先領先向上 所以這是今天先給大家一個 節目的重點跟結論 你會比較知道現在目前的行情 跟一些操作面的方向 不過還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FED這件事情 它到底有哪一些影響 今天主要的一些相關個股的話 這個漲跌的狀況 你自己可以參考一下 它都是全面比較偏震盪的一個過程 可是如果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就是你今天一定會 接下來會看到各大新聞媒體 全部都跟你講一模一樣的話 因為今天凌晨2點 他們就開完會了吧 然後2點半 那個鮑威主席他就出來講話了 所以這相關的內容 還有我剛才告訴你一件事情是 NIC就是FED的傳聲筒 比我還準他有領先指標 他有最最最領先指標的那位 他也出來講話 所以我會分別的跟大家說明說 他們到底講了哪些話 或者市場反映的是什麼 先來看官方的版本 這個是官方聯準會 FED利率會議的公佈出來的一個內容 那他也把利率調下調 50個基點就兩碼 那目前的話是4.75%到5% 這是從2020年以來的第一次的降息 然後他的聲明的部分的話 他有刪除了一些內容 就是他說對於通膨持續2% 邁進更有信心錢 不宜降到利率目標區間的措辭 也就是說他把它刪掉了 因為他不用再管通膨了 因為現在開始的話 關注的就是勞動力跟就業市場的那一塊 所以他必須要降息 然後降息去刺激一些勞動力 刺激一些景氣 以免就業市場去做衰退 當然也有一些官員 就是像FED的理事鮑曼 他說他只支持降息一碼 不過他的發言 他的投票沒有過半數 因為大部分的官員 他們還是支持降息兩碼的動作 所以他們是用共識決 然後再讓鮑爾去做一個決議 所以正確的一個降息的幅度的話 就是兩碼 就是50個基點 然後他有講到說 像FED的利率點證圖 這邊有上調今年降息預期到4次 然後明年的話會再降4次 所以預計今年的年底的利率的中位數 大約會落在4.4%左右 也就是說現在 這一次的話9月份降息兩碼了 然後11月份的話 有可能還會再降一碼 然後12月份再一碼 所以變成是 這個降息的循環 就已經正式的開始去做一個啟動了 那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只要降息循環開始啟動的話 你的債券 債券ETF 我認為他們這邊開始的話都是偏漲 居多 當然今天凌晨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它有點像是在波動的 不過如果以中長期的波段而言 這邊目前為止 我認為如果你有這種債券型的配置的話 你可以持續持有 甚至你可以持續的去做分批布局 因為它會帶給你一個不錯穩定的 限定流的報酬 但是你要有更好的操作的話 更好的績效的話 那就只能靠股票 如果因為這一次的話 是比較像是一個預防性的降息 所以這次預防性的降息的話 它就不會有所謂的股市 債券漲股市跌的問題 而且甚至我看到的狀況的話 很有可能是一個債券漲 然後股市也跟著漲 就是股債齊陽的第四級的行情 好 回來到利率的前景 他們剛剛說到了 就是預期會今年這樣四次 明年再這樣四次 通膨前景來說的話 他們也看到持續在往上攀升的通膨的風險 已經轉弱了 而且正在朝向2%的目標去做一個邁進 因為2%是FED他們最希望看到的那個數字 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業跟通膨的面臨一個狀況叫做 風險處於平衡的狀態 就是通膨可控了 然後就業趨緩 用降息來去做刺激 讓他們去取得一個 現在目前FED最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然後如果以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經濟前景會小幅的下修今年的GDP 經濟成長的預期 然後上修了明年到 今年到2026年的失業率的預期 然後也略為下調最近這兩年的PCE 就是消費 個人消費支出的這個數字 所以目前看起來 它就是比較偏向於一個 通膨都趨緩了的這樣一個過程 那當然這是FED利率會議的官方版本 那2點半的時候 還有鮑爾的會後記者會 那這裡面的內容 其實大部分都跟上半段的內容差不多 我只講幾個重點給你聽一下 因為FED的主席鮑爾 他現在目前釋放出來的訊息 是極度隔派 就是請市長安心 不要怕他一定會好好的顧 現在目前的市場 然後而且他跟你講說 不要把降息兩碼視為常態 然後他們也說 還沒有把抗通膨取得勝利 所以他現在都在做這些 很努力的去做一個調控的過程 那他有講到是說 因為真的是大致平衡了 然後目前看起來的話 以昨天的美國股市來說的話 算是一個相對平穩的過程 所以道瓊我剛剛說的 S&P500我剛剛說的 它是屬於一個創高拉回的多頭的行情 那科技半導體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比較像是還在震盪的區間 不過第四季還是傳統旺季 所以這邊的看法的話 就是震盪之後再上 那如果你再看一下 最新最新的FedWatch來說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也說到的 就是在11月份的降息的一碼的機率 已經超過了60% 所以就是變成是說 現在目前降過兩碼了嘛 然後稍微看一下 然後11月再降個一碼 12月再降個一碼 這是現在目前市場上面的一些方向 還有鮑爾會後就是極度鴿派 極度安撫大家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那還有一個人 你一定要看 就是他 我在跟大家做加碼 因為我剛剛在 我就說了 我每天早上8點坐在這邊 可是我必須要早上5點半就要起床 我今天甚至還更早 因為今天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內容 雖然你會看到這個字很多 可是沒有關係 你只要聽著我的內容 還有你只要盯著這些 比較偏向於紅字的部分 就是真正你必須要關注的方向 FED的傳聲筒怎麼說 他說他這一次 為什麼要降息0.5個百分點 為什麼要降兩碼的原因就是因為 FED實際上是在彌補失去的時間 他這個講話很有藝術 他跟你說 這個降兩碼不是擔憂景氣衰退 這個降兩碼的意思是表示說 他們本來應該要在之前就要降 可是之前還沒降 所以這一次的話一次補兩碼給你 不是為了之後的問題 而是要跟你說現在必須要這樣做 因為之前沒做的我現在趕快做好 以免景氣衰退 所以他講這個部分 跟鮑爾講這個部分 就讓市場上面的情緒 是比較偏安定的 因為之前大家這樣講說 降兩碼就是衰退股市會崩盤 可是你看其實還好 有沒有 所以這就是現在目前這幾位 還有就是官方的說法 所帶來的一些方向 節目剛剛等一下還有一點時間 就是會進廣告之後的話 會下半段會跟你講說 如果都確定降兩碼之後 如果你手上有台積電的人 你手上有紅海的人 你手上有一些 就是之前沒有跟著漲的這種人 這種股票 我講股票為主 到底會你之後該如何應對 這是最新的廢話局給你看一下 11月 降一碼 然後12月再降個兩碼 一碼或兩碼之類的 這個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我們會持續幫大家 去做一個關注跟追蹤 VIX也還好 就是都有一個比較平穩的反應 所以市場上面對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比較 趨於平滑的過程 後半段真的內容很多 然後我們必須要先進一段廣告之後的話 回來會跟大家講更清楚的 接下來記底作帳 你該留意的事項 和有沒有哪一些個股 是你可以去做一個逢低著墨的 好的個股的操作 先進廣告囉 好 歡迎回來到財經找一碼 前面現場 我們剛剛上半段的時候 跟大家提醒過 今天的凌晨2點 FED利率會議降息兩碼 已經確認了 然後2點半 鮑爾主席他的講話 極度的隔派 極度的安撫市場 所以美股的部分的話 看起來像是一個 道瓊跟S&P500指數是創高拉回 然後在納斯達克跟 飛生半導體指數來說的話 是比較偏震盪 所以我們今天台股 預期會先是一個震盪 然後搞不好小跌 或者是說開始反映 季底作帳行情的一些利多 中小型的個股 OTC相關的貴買指數 會繼續輪動向上的這樣的行情 當然如果以今天的一些 相關重點的話 我也跟大家做提醒 因為目前看起來 我們的台股的第二隻腳 它就是屬於一個一手 但是不攻的狀態 上攻的話就必須要補量 什麼時候有量 我認為應該會在第四季的時候 那個量能會持續回來 因為那時候應該是 大小外資內資 全部都一起稍微做多的行情 因為降息兩碼已經確定了 到底這個時間點 之前跟你說台積電跌破一千塊 先別買 還記得我一直講過的嗎 現在可不可以買了 或者是鴻海可不可以買了 四千的關係 我直接跟你說還不要 真的還不要 但是如果你沒有 沒有砍在低點的話 你也別砍低點了 可是你如果現在還沒有要進場的話 你就先等著 或許哪一天我再跟你說 你就可以持續來去做 獲利的這樣的狀態 台積電大概11月17號的時候 會召開法說會 所以我寧願你去看著台積電 然後去做著它的受惠股 看著台積電 它抱著你什麼樣的方向跟名牌 我直接講白就是這樣子 不是台積電要抱名牌 但是它常常會跟你講一些 景氣趨勢方向 然後你就可以透過他們跟你指的 出來的一些方向的話 找到那個族群裡面 很棒很好的股票 COAS還記得嗎 矽光子還記得嗎 還有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還記得嗎 因為這些都是真正台積電 會去做一個研發跟發展的 很明確的指標的產業的部分 記底座上看大作小 把它轉起來 然後我也跟你說過了 你根本不用看那個什麼 凌晨兩點的會議 不用在那邊撐著 在那邊撐到兩點不睡覺 很辛苦辛苦的事情我來做就好了 我五點半起床 八點在這邊跟你講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那個時間點 你就算真的看到 你看喔 它凌晨兩點的時候是噴上去 到21950這是期貨 有沒有 期貨先給你噴到快兩萬兩千點 再給你殺到21605 結果你那時候看到兩點的時候 你覺得好棒喔 一片開心 然後去跑去睡覺 起床的時候怎麼轉跌下跌43點 沒有必要 好好的睡覺 好好的抱著你現在目前的部位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去做避險 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你就是早上看我們節目 或者盤中看我的LINE 就綽綽有餘了 因為這裡面的內容的話 我們都會很清楚的 跟大家提前的預告有沒有 降兩碼這件事情 我是不是跟你說了 那個廢的傳聲筒 就出來給你試水溫了 就表示他要降兩碼 雖然我心目中一直覺得 降一碼就夠 結果他跟你降兩碼 全市長就跟你講 兩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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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的指標 是你可以提前去做判斷的 你不一定要做這種 這麼辛苦的事情 那我也說過不要怕 有我在 你嚇到你就輸了 因為上一次台股在八月份崩跌的時候 我跟你說過了 這些鬼故事 這些號稱的利空 我全部幫你去做破解 而且我告訴你 利空測試才有真底部 那個時間點有低點 你該要逢低加碼 而不是在現在這邊 或者是說 當一檔個股都漲上去之後 你才去做什麼樣的追加的動作 我也跟你說過 因為LINE的粉絲團 真的有一些詐騙 所以你現在看到節目上面的內容的話 才是你真正該加入的 因為有粉絲問我說 大哥大哥 老師老師 那個60個人的跟16個人 哪一個才是你看這邊 都不是啦 我的LINE已經超過3萬多人了 我的YouTube 已經超過4萬人了 那感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會持續把好的內容 專業的內容 專業的分析 來持續分享給大家 那我的YT 我的YouTube頻道 不是在中視的頻道上面 是我的YouTube頻道 你也可以跟我做去做 雙向互動的留言 比方說前一陣子有一位粉絲說 如果降一碼的話 他要賣債券轉0050 然後10月再來超底債券 然後如果降兩碼的話 他就要幹嘛要幹嘛的 我回答是說 其實不用這麼辛苦 因為你如果多去做這種 過度的操作的話 他就是一個 要只能收你手續費 又要收你交易稅 可是你不管降一碼或降兩碼 對債券的ETF來說的話 都是偏多 所以偏多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他你就好好的抱著他 他會提供你穩定的現金流 與其在那邊衝來衝去 還要付券商手續費 你還不如抱著他 然後讓他能夠安安穩穩的 給你一個正常的配息 其他還有 在我的YT留言板上面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跟我們做相關的互動 還記得嗎 我們昨天的節目裡面 我還特別跟你講說 水很深的中信金事件有沒有 金管會說不準 但我告訴你 金管會他後面的含義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告訴你 中信金就是要漲 結果昨天中信金就漲了 可是你看另外一邊是誰 星光金大跌了7.8%多 為什麼他要跌 原因是因為大家滿心歡喜的 原來說你中信金要來搶清了好棒 我要賣給你 因為你的價格比較好 結果主管機關說不準 所以這種股票你要去跟他拚嗎 我覺得沒有意義 我覺得真的很沒有意義 這種股票就是看主管機關的態度 你無可 就是你根本猜不出來 然後後面真的有什麼樣 水很深的事情的話 不是一般的經濟常理 或者是數據常理能夠去做分析的 雖然我一直覺得中信金 應該要能夠強行成功 關於規模 關於獲利的狀況 關於他的一些條件 都比台信金好 但是這件事情的話 現在你就別做這些股票了 因為這些股票不是你該碰的地方 你真正該碰的是哪些 台積電鴻海 如果你有的人別殺低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 你就先別買 有沒有看到 好不容易好像看起來上個禮拜五 鴻海是不是站上月線了 結果昨天又給你跌下去 原因就是因為現在的台股 它是一個沒有成交量的市場 所以現在既然沒有成交量的市場的話 你看台積電 有沒有 它是快速秒天息喔 結果秒天息之後又給你悶了三天 又是黑K黑K黑K 然後黑K黑K黑K的時候 它一樣被混在那個月線跟季線附近 然後鴻海的話也是一樣 季線跟月線都還壓著 所以這種大型股 我依然覺得他們是投資價值 我依然覺得他們是股價委屈 可是我也依然提醒大家 先別買 好 聽我苦口婆心 你真的該買的是什麼 該買的就是像是這種 因為台積電 然後看它做小的 但不是叫你去追囉 這我很早很早就跟大家說過囉 有沒有 萬潤 8月9號的時候我跟你說 季底作戰行情已經啟動了 現在已經是9月多少 19號了耶 18號 19號了耶 所以已經一個月過去了 你看那個萬潤 已經從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260塊280塊 已經漲到現在目前470塊了 昨天當然還翻黑啦 可是如果你看這個整個波段的話 70%的波段 好 不是現在才在看到新聞 才去做追價的400多塊的萬潤 你應該買在200多塊的萬潤 好 當然這個季度 你或許已經錯過這檔個股了 但是我相信還是有蠻多的個股 是剛開始去做發動的 原因就是我們跟大家說過的 你可以用投本筆 投信的買超章數 然後去除以它的股本 如果你覺得好辛苦好困難的話 加LINE或者加入我們人的家族 我來帶你去做操作 因為目前的行情就是這種 做上行情很好做的行情你知道嗎 這種行情的話其實你就是 你看像這邊有沒有 隨便舉整兩個給你看 因為時間剩下2分半 來 惠特有沒有 投信有沒有 買進去有沒有 買下去之後有沒有噴了 這幾乎都是同樣的模式 那時候萬潤也是在這邊有沒有 買一下 投信買下去 然後先跌它再加碼再上去 或者是一買就上去 或者是有沒有 這也是買買買 雖然好像有點下跌 可是最近買買買 然後又上去 這是網通的政績 那我覺得政績現在目前 短線上面遇到一點點反壓 不過如果它沒有跌破 五日均線的話 依然還是屬於一個偏多的型態 因為最近這幾天 我們看到這一位 就是我常常跟你提醒到的 必須有績效壓力的這種投信們 都開始再去做一個操作的動作了 那在最後一檔就好了 應該最後兩檔 也有那種轉賣的 不是跟你說投信買 你就跟著買的 這是誰 是不是我們跟你講過 然後結果我們的 講過之後 漲停之後 才看到全部新聞都跟你講 一粒店 結果一粒店它的狀況是什麼 有沒有 連買了幾天之後 然後開始轉賣了有沒有 開始轉賣的時候 當然它還在創高 可是就有點像是 漲不太動的這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在盯著一些 比較偏向於 紀底作帳的一些個股的話 投信的買賣超市 你可以去做一個關注的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人 都在盯著它看 所以它買就會跟著買 然後它一賣 那個無形之中的壓力 就會跑出來 所以一些中小型的個股的話 現階段的最好的操作方式 就是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最長個股我也跟你說一下 細微 也是我們講好久的 它是AIPC BIOS 它有回答的認證 所以你看這種個股的話也是 買買買 上上上 結果已經轉賣囉 這邊你可能就要小心一下喔 所以這種個股的一些操作的部分的話 有時間我們再跟大家做一些相關的提醒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每天在8點半 就一定要把節目去做結束 那如果真的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我的盤中 我的LINE 都會跟大家做分享 然後我的YouTube頻道 也如你看到的 上面有這麼多這麼多的豐富的資訊 來跟大家做交流 那現在目前真的沒有 基本面子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你的追高殺低 所以避免追高殺低 請你把我的LINE把它加起來 YouTube把它看起來 標股分享 法人資訊 如果需要的話 跟我一對一的互動的交流 排股加油 大家有 我們盤中見 掰 可以判斷時事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